为了协助中山区弱势以及急需救助的学生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特地协助区内 包括德河、中山、仙洞、西定、四所国小 以及中山高中等五所学校 争取来自民间总共大约16万元的善款补助金 帮助这五所学校的弱势以及急难学童度过难关 也希望借由这些专款专户的使用 让他们在求学的环境上可以更加的稳定成长 未来也成为我们国家的栋梁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次感谢我们这位 为善不遇人知的深美家长 那我们也会秉持他的精神 共同来为我们这种弱势学统来去努力来去奋斗 这些善款是由本市深美国小不具名的善心家长们 共同捐赠帮助弱势及急难学统 行善到今年已经是第八年 捐赠给全市有申请善款帮助的学校 多年下来将近一千万元 而捐助补助金的善心家长代表 其实有到现场 但是非常低调不愿意露脸 由议员张炳君 以及深美国小校长陈建文 代表捐赠给受证的国小校长们 我们八年前我们深美有一个爱心家长 然后他带着他孩子共同 希望能够为这个社会多做一些事情 那尤其是照顾弱势孩子的部分 所以这八年来他持续不断的 然后找了一些好朋友 一起募集了很多的奖助学金 希望帮助我们基隆市所有弱势的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不要受到 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 而影响到他的学习 我真的是非常感谢这个建文校长 真的是非常大气 把这么好的一个资源 分享到我们各区的学校 那也谢谢丙君益座把这个资源引进来 我在这非常代表全校的家长 孩子们感谢 市议员张丙君非常感谢 也肯定这群默默行善的善心家长们 更深刻体认到他们的善心和爱心 是基隆最美丽的风景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